我感觉火风险月好像就在附近 你又感觉 你之前就说自己能感觉到火风险月 这是你们水凝兽特有的 什么意思啊 你不相信我啊 我说我能干什么 好 那就分开找 看谁先找到 你去那边找 去就去 好端端生什么气啊 好大的梧桐叔啊 好大的梧桐叔啊 红火求见乌龟前辈 乌龟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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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林不在 我先带人四处找找 来 我感觉火风险月好像就在附近 你又感觉 你之前就说自己能感觉到火风险月 这是你们水凝兽特有的 什么意思啊 你不相信我啊 我说我能干什么 好 那就分开找 看谁先找到 你去那边找 去就去 好端端生什么气啊 好端端生什么气啊 算了 可以 活着 你自己看 没错 一定就在这里 那里来的狐族小儿 竟敢侵扰我的禁地 是你 你应该是我 你身体里有他的一部分 没事吧 哪里来的臭小子 竟敢换过的好事 我去让护王 想走 你还好吗 我没事 怎么了 哎呀 此乃无悍一劫 我在古迹里看到过 要破解此境的唯一方法 就是要找到彼此的位置 再使出水系法术 水系法术 煎花水月 聪明 好吗 好吗 没事 你保养不好 乌龟前辈 我们是大则山的弟子 没有冒犯之意 但我们想要求得 小火凤仙缘回归 祝他重生 还请您把火凤仙缘 还给我们 阿燕 我记得你之前 好像特别想听 凤翅前辈的故事 对吧 要不要听我讲讲 其实当年 乌龟前辈本是梧桐岛 双生祖树之一 七万年前曾与当时的凤凰 凤翅相爱 神魔大战中 凤翅战死 前辈偷偷收集了凤翅仙缘 为他重塑屈翘 封其计议 与己为伴 然而前任凤凰不死 星火凤便不能诞生 凤翅 凤翅 凤翅察觉后 恢复了凤翅的记忆 不要走 凤翅选择离开前辈 让自己涅槃消散 来 而这位前辈被凤翅驱逐 后为仙虎王所救 他一直愿凤翅决绝离去 心碎之下 决定留在靖幽谷 为狐族蕴养幼虎三万年 不过我听说凤翅前辈 好像去求了祖神 但是求了什么不知道 会不会有什么难焉之影 没错 确实有难言之影 这吴龟前辈 带着凤翅前辈下班 按照当年的律法 当辈是以玄雷即行 不过呢 凤翅前辈为了保护他 跟祖神做了一个交易 做了什么交易 可惜现在 吴龟前辈也不在这儿 说给谁听 那若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先走吧 嗯 走吧 诶 等等 快告诉我 他跟祖神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祖神 是我求他逆天而行救我 是我让他删除记忆 一切都是我的错 与无归无关 我自愿涅槃 换新的火风诞生 但请您改变火风一面 方有一生的命可 我只请求 这个世界上 不会再有孤单的火风 也不会再有第二个 伤心的乌龟 那你是否会后悔 我不后悔 不是这样的 他什么都不知道 是我 是我 我 其实当年凤痴前辈也不想离开你 但他没有别的选择 我原以为 我原以为我能保护他好的 可我却将这一切都搞糟了 凤痴前辈也不希望你 一直活在痛苦当中 我们要找火风先缘 就是为了放影回归 这也是凤痴前辈的心愿 我差一点 就把他的希望汇于一旦了 火风的先缘 还给你们 多谢前辈 多谢前辈 千人 得靠 了 。 快 了 哈哈 我